第一位,张雨琪,顶着新女郎头号出道的张雨琪,长相非常性感大气,这个敢爱敢恨的女演员,在迎评前为大家贡献了很多性格直爽的角色,其实在生活中的她,同样也是如此,她有过两段婚姻,第一段婚姻的对象是比她22岁的导演王全安,很多人不明白年轻美艳的她,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,但她自己却很清楚,对方的沉温让她很踏实,然而王全安并不像她的外形那么忠厚可靠, 婚后的她时常传出和其他一些暧昧不欠的绯闻,最后更是直接把女人带回家,被警察抓了个正着,不仅断送了自己的前途,也亲手摧毁了她和张雨琪的婚姻,2016年,张雨琪以轩雷不及掩耳之所,嫁给了富商袁巴云,本以为能够过上豪门阔台的日子,没想到在生下一对龙凤胎之后,她才发现自己的丈夫竟然是个骗子,她根本没有钱,甚至连房子都是租的, 然而此时张雨琪已经在袁巴云身上花费了几千万,她本想替这个男人还债,可是在知道袁巴云和她结婚,根本就是动机不醇厚,立刻快刀斩了,把这个男人直接淘汰,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,张雨琪依然相信爱情,如今她正在和自己的小男友热恋着,希望这一次她能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。 第二位,贾静雯,贾静雯是娱乐圈出名的美女演员,她有很多代表性的作品,无论是演技还是颜值都非常,就从北京时差还体像,来到了专业武术队,因此认识了她的小师弟李林姐,面对生活贫穷的李林姐,黄秋燕像大姐姐一样照顾着她,私生活混乱,但当时的贾静雯还是不过一切地选择了她,甚至宁愿忍受孩子落地鲜艳点语, 才能嫁入豪门的无礼要求,也没有任何反抗。 2005年12月,贾静雯在生下梧桐妹半年后,和孙志浩举行了婚礼,婚后贾静雯的事业依然哄哄哄哄,孙志浩也没有改变她花花公子的本性,甚至经常因为在和贾静雯争吵时拳脚相想。 2010年,贾静雯在支付了对方2600万台币的补偿费后,得到了女儿梧桐妹的抚养权,离婚后贾静雯遇到了比自己小八岁的修杰凯, 两人在婚后有了两个女儿,加上她和前夫的女儿梧桐妹,一家人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和她,她也从来没有埋怨过李连杰半句,为了逃离这段情商,黄秋燕一直留在美国生活,并未回到乡口。 第二位,贾静雯,贾静雯是娱乐圈出名的美女演员,她有很多代表性的作品,无论是演技还是颜值都非常,就从北京时差还体校,来到了专业武术队,因此认识了她的小师弟李连杰, 面对生活贫穷的李连杰,黄秋燕像大姐姐一样照顾着她,私生活混乱,但当时的贾静雯还是不过一切的选择了她,甚至宁愿忍受孩子落地鲜艳点鱼,才能嫁入豪门的无礼要求,也没有任何反抗。 2005年12月,贾静雯在生下梧桐妹半年后,和孙志浩举行了婚礼,婚后贾静雯的事业依然红红火火,孙志浩也没有改变她花花公子的本性,甚至经常因为在和贾静雯争吵时拳脚相想。 2010年,贾静雯在支付了对方2600万台币的补偿费后,得到了女儿吴桐妹的抚养权,离婚后贾静雯遇到了比自己小八岁的修杰坎,两人在婚后有了两个女儿,加上她和前夫的女儿吴桐妹,一家人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过她,她也从来没有埋怨过李连杰半局。 为了逃离这段情商,黄秋燕一直留在美国生活,并未回到乡口。